兄弟说要玩出和别人不一样的滑板 经过他几晚上的彻夜失眠终于想出来了 那就是脚踩意大利一面玩上滑板 大兄弟你这个破点子我十分钟能想一百个 别弄个凉少嘛 食物是用来吃的不是用来玩的 朋友开了一个派对然后只提供一种食物 那就是桃子 这是打算搞全桃宴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上次举办全桃宴的是王母娘娘 我对吃的东西很讲究 如果馄饨包的不好看我是不会吃的 但是这种千只喝的馄饨我可以吃三大碗 请问吃了千只喝的馄饨 我是不是许愿可以愿望成真啊 想去面馆点碗面 但是我对自己的哑口有点怀疑 不知道这种钢丝面我能不能咬得动啊 应该是用钢丝球刷锅子的时候掉在里面了吧 我不吹嘘自己是长遍天下酒的酒鲜 但至少没有我不知道的酒 今天算是遇到硬茶了 索泥盘红酒 我是真没见过 我想这种红酒喝起来应该有电子元件的味道吧 跨行的例子多了去了 但是公交车跨行变成越野车的还真是挺少见的啊 看着车身上面的泥巴 我都为车内的乘客捏把冷汗 我也是套着雨光气才能坚持开到目的地的啊 不途中下车的乘客都是真爱 如今真爱也不见得有多牢靠 昨天还设我为生命 今天就把我丢在地上 当初的誓言你都忘记了吗 喂喂喂 你只是一个电动车的牌子而已 不要给自己加这么多谢好吧 我心中也有一个真爱 那就是我的女神 但那天看到她的自拍照以后 我爱不下去了 你什么时候这么逗了 小伙子 爱一个人就要接受她的全部 包括好的和不好的